你敢相信他们仅仅一周的收入,可能是你半辈子都挣不来的,他们不是在挖煤,而是在阿拉斯加的荒野淘金,淘金设备没吃掉遗产沙土,所有人都会拿到一个不错的分红,大夫要计算好从挖掘到运输,一共需要多少时间,这直接关系大夫花费50万买的设备能不能吃饱,经过测试,即使以最快的速度挖掘运输,至少也会用7分钟的时间,这显然不能满足老鹰的胃口,大夫计划将老鹰移动到工厂的中心位置,这样能大大缩短运输距离, 很长时间,他们必须加快动作,因为讨喜设备每小时能给他们带来2000美元的收入,大夫必须要将水炸箱的角度调好,因为这直接影响黄金的多少,安装工作完成后,迎接他们的就是疯狂的开采,但是作为卡车司机的凯西,好像出了问题,凯西的妻子和大舅哥去荒野露营的途中,因为迷路导致失联,现在誓死是活凯西全然不知,这让凯西非常担心,于是大夫批准凯西带薪休假,新工厂刚开始的第一天,便损失一人大将,淘金小队每个人都会担心, 每个人都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示威,任何人的偷懒都会直接导致黄金减少,更何况再缺少一人的情况,老鹰在高速运转的情况下,可以每小时吃掉120吨的沙土,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将开采速度推到极限,身为老板的大夫,也亲自上阵驾驶起了凯西的卡车,大夫的加入给了队友更大的信心,就在老鹰飞速逃起的时候,突然发生了故障,一块巨大的岩石,卡在了传送带的顶部,由于顶部的筛子,无法拦截扁平的巨石,巨石会顺着传送 一路高歌猛进,顶部的进口无法吞下去时,从而将传送带卡住,索性问题不大,只需向顶部的入口调大即可,淘金小队又恢复了生产,寻找黄金的路上,会经历无数的磨难,他们就是靠着兵来将挡水来涂掩的耐心,将一代代黄金收入囊中,晚上下班之后,大夫询问凯西妻子的状况,凯西表示妻子已经找到,就是精神有点恍惚,凯西还需要在家里照顾妻子一段时间,毕竟分开了数月,昨天淘金小队叔叔让淘喜设备, 吃掉了2300吨沙土,这让他们的身体达到了极限,但是在黄金的召唤下,众人没有丝毫的怠慢,就在开采紧张有序的进行时,安德鲁驾驶的铲车出现了故障,轮胎上裂出了一道口子,虽然补胎不是件难事,但是距离冰川西最近的修理厂,也要300里的路程,而负责黄金分离的血历,也因为缺水而被迫停工,这一切的问题,大夫都有逐一解决,现在大夫要去山上去找水源,而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淘金小队,却面临人手不足, 大夫让毫无驾驶经验的安德鲁,代替凯西的玉书工作,安德鲁甚至找不到雨瓜戏在那儿,这样安德鲁一头雾水,现在团队没有时间教他开车,他只有一边摸索一边玉书,因为频繁的暴雨天气,将山上的碎石冲到了狭窄的小溪,堵塞了流往黄金屋的水源,大夫清理了山上的碎石后,黄金屋便有了源源不断的清水,大夫从300里外找到修理工到了,打开轮胎后发现是轮胎内的补丁再次漏气,老修理工一眼就认出,这是自己一 一年前修理过的缠车,但是能运行一年才坏,这让修理工有点不可思议,修理轮胎仅仅花费了半小时,但他来回的车程,就得需要一天的时间,画面回到凯西这边,要不就说淘金淘金,热尽斗金,单看这游泳之至少也得是小康生活,妻子的身体已经无大碍,但是得知凯西要回工厂,妻子却有点高兴不起来,画面回到冰川西,淘金已经连续开采了四天,今天他们足足淘起了2100吨沙土,这让每个人都筋疲力尽,于是大夫强行按下了 暂停键,现在大家一起清理着电子上的果实,这是他们一天中最高兴的时刻,画面回到黄金屋,老鹰的高机动性淘气,加上黄金桌的不断震动,让老板娘痛病快了着,现在就是大家最期待的称重 城上显示足足有48.55盎司,相当于85000美元,折合人民币55万左右,风说的喜悦让他们忘记了疲惫,唯有黄金能让他们忘乎,所以点个关注,咱们下期接着说